非法拆牆事件搞到满城 不少曾经非法拆主力牆的业主非常头痛 究竟今次事件哪个要负最大责任 今早去到茶餐厅 有客人说有个亲戚曾经非法拆主力牆 现在怨恨哪个将非法拆主力牆视频放上网的人 究竟对不对 老板说 对就不对 不过不通怨恨自己 其实也不能怪将事件放上网的人 最低限度可以阻止以后非法拆牆事件继续发生 至于已经拆了牆的 唯一可以做就是将拆牆变成合法化 如果不行 一定要还原 减少以后出现意外的机会 老板估计 够胆非法拆主力牆的业主不会太多 希望事件对社会影响不大